我和贝莉姐妹固定在每周一晚上巨星的 家人家庭晚会突然之间扩大了 我弟弟和他的女儿 巴巴拉的弟弟 一个外孙女和他的先生 都搬到了我们公寓的社区 这是除了小时候以外 我唯一能有这么幸福的有家人住在附近 当时我们家和我母亲的好几个亲戚 都住在同一个街区 索尼外公家在我们北边的隔壁 艾玛阿姨家在我们南边隔壁 街区的南边住着约瑟芬阿姨 东边则是阿尔玛舅舅住的地方 在我童年时 我们每天和亲戚互动往来 共度工作玩耍的特别时光 也会一同聊天 要是我们太调皮了 铁定逃不过母亲的耳目 现在我们的世界不太一样了 大部分的家庭中 家人都分散各地 即使住在附近 但也不能住在隔壁 尽管如此 我还是相信 我的童年和现在的情况 有点像是天国 能与心爱的家人住得很近 这让我常常记得 家庭单位 本来就是永恒的 在我长大时 我和外公培养出一份特别的情谊 我是家里的长子 冬天时 要为我们家 外公家和两个阿姨家残血 夏天时要为大家照顾草皮 我为外公割草时 外公常常坐在他的前廊 当我割草后 我会坐在他屋前的阶梯 和他聊天 这些是我非常珍贵的回忆 有一天我问外公 我怎么知道自己 是一直在做正确的事 因为人生里有这么多选择 外公和平常一样 和我分享一段农家生活的经验 来作为回答 他教我怎么样训练马匹 让他们懂得一起工作 他解释 一足马匹 时时都要知道 谁在掌控 控制和指挥马匹的一大关键 是马具和绝环 如果一足马里有一匹马 认为不需要服从驾驭者的意思 这竹马绝对无法一同拉线 一同合作 发挥最大的能力 现在让我们来检视外公用这个例子 所教导我的一个课程 谁是这竹马的驾驭者 我外公认为是主 他就是那位有明确目的和计划的人 也是这竹马与马匹 个别的教练和建立者 驾驭者知道的最清楚 马匹要知道 他是不是一直都在做正确的事情 的唯一方法就是服从 听从驾驭者的领导 外公把马具和绝环比成什么呢 我当时相信 正如同我现在相信一样 外公是在教导我要提从圣灵的提示 在他灵性之眼中 马具和绝环都有属灵的意义 一匹听话的马 也就是一只训练有数的马队里的一员 只要驾驭者用一些温柔的牵引 就能够做到驾驭者要做的事 这种温柔的牵引 等于主对我们说话时的微小的声音 为了尊重我们的选择权 圣灵的牵引从来都不会激烈强迫 人们要是忽视了圣灵的温柔提示 必像那位比喻中的浪子一样 要从经历过不服从和放荡生活中的自然后果或 才会学习服从 浪子一直到了经历自然的后果后 而谦卑才醒悟过来 并听见圣灵的低语 要他回到他父亲的家中 所以外公教导我的一课就是 要时时准备好接受圣灵温柔的牵引 他教导我 当我开始偏离正道时 必定会收到这样的提示 如果我让圣灵引导我 在生活中做决定 就绝对不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正如圣经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所说 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麻嘴里 叫他顺服 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我们必须抿移察觉圣灵的绝环 即使父子是用最轻微的方式牵引我们 我们也都必须愿意彻底改变方向 为了拥有成功的人生 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灵和身体 共同服从神的各项诫命 如果我们听从圣灵温柔的提示 他便能以着正确的目的 联合我们的灵和身体 引导我们回到永恒的家 与天父同住 在信条的第三条中 我们学习到服从的重要 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 全人类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 而得救 外公在他马匹的例子中 所描述的那种服从 也需要一份特殊的信任 也就是对驾驭者 要有绝对的信心 因此外公教导我的一课 以和福音的首要原则 也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有关 使主保罗教导 信就是那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保罗接着运用亚伯 以诺、诺亚和亚伯拉罕的例子 来教导信心的要义 并强盗亚伯拉罕的故事 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保罗写道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她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 因着信连撒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为因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 我们知道 经由亚伯拉罕和撒大的儿子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获得一项应许 她获得应许 子孙将如从天上的星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然后 亚伯拉罕的信心受到了考验 这种考验 这种考验对我们许多人来说 都难以置信 我曾经多次思考 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 至今 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 亚伯拉罕的忠信和服从 也许我可以想象 她有天早晨 忠信地收拾了东西来启程的样子 不过 她只能能在儿子以撒身边 一步一步地走完三天的路程 来到摩利亚山的山脚下 他们是怎么能把生活用的财 躺上山的 她是如何搭建祭坛的 在她捆绑以撒 把她放在祭坛上之前 又是怎么向以撒解释 她就是献祭的贡物的 而且她怎么有力气 举起利刃来杀她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信心 使她有能力 完完全全跟从神的带领 直到那神奇的一刻出现 天使从天上叫住她 对亚伯拉罕说 她已经通过了这个痛苦难当的考验 之后主的天使 重复了亚伯拉罕圣约的应许 我承认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 要服从 这当中所伴随而来的挑战 对某些人来说是很困难的 多年来我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经验 知道马匹的个性固然各不相同 因此训练起来难度 难易程度不同 然而人类的差异其实比马匹大的更多 所以我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和女儿 各有独特的前生经历和今生的故事 因此鲜少有一种全效型的解决方法 所以我体认到生命会有这种常识 伴随挫败 不断循环的本质 最重要的是 我们时时都需要那耶稣基督福音中的第二项原则 就是悔改 另一项事实是 我外公生活的时代是一段单纯得多的时代 特别是在对与错之间的选择方面 虽然有些既聪明又有见地的人会认为 我们较为复杂的时代 需要比以往更复杂的解决方法 我真的很难相信他们是正确的 相反的 我的想法是 当今的复杂 反而需要更多的简化 就像外公当初回答我那个真诚的问题 如何知道对与错之间的差异一样 我知道我今天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简单的法则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适用 但是我可以见证 它对我是多么的有用 我要向各位推荐这个方法 甚至要挑战各位试验我的这番话 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 我应许 当数不清的选择朝向你袭击时 你必定会被引导做出明确的选择 也会针对那些令保学之士和自以为聪明之人困惑的问题 引导你获得简单的答案 我们常常认为 服从是被动 消极 毫无思考地跟从上级长官的命令或指示 其实最高境界的服从 象征着我们对最高权柄者 也就是神的智慧和能力有信心 当亚伯拉罕对神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忠信和服从时 即使收到吩咐要牺牲自己的儿子 神还是救了他 同样的 当我们经由服从来展现中性的精神 神最后会前来援救我们 那些单单依靠自己 跟随自己的欲望和自己心中倾向的人 要是和那些跟从神 汲取他的智慧、能力和恩赐的人相比 是很有限的 曾有人说 自私自利之人 难免地划地自限 作茧自负 热切地、主动地服从 绝对不是软弱或被动 而是宣告对神有信心的一种方式 也是使我们有资格获得上天能力的方式 服从是一种选择 是一种在我们有限的知识、能力 以及神无穷智慧、全能之间的一种选择 根据我外公的教导 这种选择 能使人感受到口中灵性的绝环 进而跟从驾驭者的领导 愿我们经由忠信 经由接受复兴福音的教义 成为圣约的继承人 以及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应许各位 永生的祝福 是赐给每一个忠信 和服从之人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